第一章受尽白眼 医院走廊 人来人往 叶凡却不管不顾 蹲在角落嚎啕大哭 你妈为肿瘤恶变 再不教十万手术 只能活一个月了 医生冷冰冰的话 像针一样扎心 但昂贵的费用 叶凡根本拿不出来 养父叶吾 九一年前跑船失踪 养母沈碧琴 为肿瘤晕倒住院 刚毕业的叶凡 称了家里顶梁柱 这一年 为了给养母治病 叶凡不仅用尽了家里积蓄 带尽了所有网败 还去唐家冲洗 做上门女婿 他在唐家做牛做马 尊严丧尽 才换来五十万 但这笔钱 在医院转眼用尽 叶凡现在全身 就剩下一部手机 和十块钱了 还要十万 还要十万 想到医生说的数字 叶凡就感觉到 深深绝望 山穷水尽的他 去哪里凑这十万啊 可他又不可能 眼睁睁看着母亲死去 不行 我一定要寄到十万 叶凡擦擦眼泪 咬牙站了起来 我绝不能让母亲有事 他决定豁出尊严去借钱 叶凡来到第一家 敲响了大伯家 伯母板住脸开门 叶凡绝望地祈求伯母恩赐 伯母 我妈需要钱手术 还来要钱 还来要钱 给了你们两百块 还不够啊 滚 滚 滚 别来这里 我们没你们这样贪财的亲戚 伯母一边说 一边把叶凡推出去 然后 喷一声 关闭防盗门 听到这些尖酸刻薄的话 叶凡气得浑身发抖 一拳砸在墙上 他知道人情冷漠 可没想到 抢走父亲祖屋的大伯他们 却不肯拿出十分之一帮忙 叶凡没有法子 只能厚住脸皮 找其他亲戚借钱 但都吃了闭门羹 他们还警告叶凡不要再骚扰 不然马上报警抓他 接着 房东也打来电话 一个星期内在不交房租 他就把沈碧琴的房间清掉 网贷公司更是进行了夺命狂呼 叶凡硬住头皮 打给了在马尔代夫旅游的唐若雪 唐若雪听到他张口要钱 就极其厌烦地挂掉电话 山穷水静 在街头吹了半天冷风 叶凡擦浅眼泪 来到了零度酒吧 这是他前女友袁静开的 不 是他曾经的室友黄东墙 借了五百万给袁静实现梦想的 当然 也因为这五百万 袁静离开了叶凡 投入黄东墙的怀抱 有高冷笑话的噱头 这里生意非常火爆 成了中海不少富二代的聚集地 叶凡也就成了孝姿 叶凡来这里虽然感觉耻辱 可想到母亲的手术费 她又只能走进零度酒吧 她也相信 袁静会看在昔日勤奋 急着十万 酒吧有人弹着吉他 唱着歌 气氛很热闹 很高贵 这里的香水味都让叶凡自卑 叶凡走进大厅 全场瞬间安静了下来 十几个华裔男女望了过来 叶凡也望向了黄东墙和袁静 她从黄东墙眼里看到了意气风发 看到了浓浓不屑 唯独没有看到一丝愧疚的情绪 袁静身穿低胸背心 露出一片洁白小腹 下半身则是一件短得不能再短的热裤 白皙的肌肤和两条修长的大腿 再加上美艳的脸庞 很是吸引眼球 不过她那冷漠高傲的表情 又让很多人不敢对视 她毫无感情地看住叶凡 那淡漠感觉 就好像在街边看到一只狗一样 袁静的闺蜜杨千千从高脚椅跳了下来 叶凡 你来这里干嘛 语气嫌弃 叶凡鼓起勇气 我是来 我们这里不需要清洁工杨千千冷嘲热讽 你走吧 她向来看不起一瓶如洗的叶凡 也正是她极力撮合袁静和黄东墙 叶凡忙白手解释 我不是来做清洁工的 我是来 柠檬水28 鸡尾酒180 你消费得起吗 杨千千冷笑打击 就算你口袋有唐家施舍的零用钱 我们这里也一样不欢迎你 黄东墙呸了一声 妈的 晦气 今天没看黄礼 跟上门废物撞一块了 叶凡给人做上门女婿冲洗一事 黄东墙他们早已经知晓 十几个男女温烟笑了起来 我 叶凡硬住头皮上前 看住袁静正要说话 一个漂亮女孩又喊起来 拿开你的脏手 真皮沙发他还用手在鼻子前面挥了挥 好像叶凡犹如臭水勾出来一般 叶凡被蛇咬一样缩回了手 面红耳赤 他知道会被羞辱 但没想到会这么绝情 他咬咬牙 脱口而出 我是来找袁静的 袁静 我们出去说 叶凡希望保留最后一点颜面 袁静修长双腿翘起 白皙脚趾在灯光中闪烁 没有计讽 也没动作 但这恰恰是最大的嫌弃 黄东强嘴角勾起一抹戏谑 袁静现在是我的女朋友 不是你想找就找的 她还是微信的在袁静腿上揉了一把 叶凡脸颊发烫 袁静 我真有事找你 咱们出去说 袁静看住叶凡没有回应 只是高傲和冷漠 就像看住一个微不足道的蝼蚁 滚蛋 看到你就恶心 杨谦谦不耐烦喊道 别坏了我们心情 看住一丝遮羞布都不给自己留的袁静 叶凡心里很是失望和难过 但还是挤出一句 袁静 我想要跟你借十万 叶凡做出保证 你放心 我一定会还你的 我可以把身份证 毕业证那些压你着 十万 杨谦谦夸张地喊叫起来 叶凡 你要挤十万 你全身上下一百块都不值 还敢借十万 叶凡看住袁静解释 我妈妈手术需要钱 我知道这很唐突 但我真等住救命 求救你了 他还拿出母亲病例 希望能打动袁静 黄东强像看白痴一般看住他 你爹失踪 祖屋被你大伯抢走 现在房子是租的 你是上门女婿 还没工作 你拿什么借十万 毕业这一年来 叶凡不是忙碌母亲的病 就是伺候唐家吃喝拉撒 一直没有找公司上班 所以现在还是无业游民一个 等我妈手术完了 我马上找工作 我一定可以还得 叶凡无地自容 他恨不得转头就逃 但都到了这个地步 他必须坚持 袁静 我求求你了 我妈要做手术 真的很需要这笔钱 这一刻 叶凡感觉自己卑微的 真像一条狗 杨千千嗤之以鼻 我们又不是你爹 你妈需要钱做手术 管我们批事 袁静 帮我一把把 叶凡看住袁静哀求 钱 一定会还你的众人看住袁静 袁静神色冷淡地看住叶凡 用一种比起他神色 更加冷淡的语气 说着让叶凡心寒的话语 找我借钱 你不觉得可笑吗 你妈死活 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冷笑一声 难道你觉得咱们之间还有旧情 别自作多情了 没有哪一只白天鹅 会在意一只癞蛤蟆的 叶凡神色恶然地看住袁静 难于置信 这话是他说出来的 我们的圈子 不是你可以进来的 我袁静的钱 也不是你能急的 我跟你更是没有半点感情 对了 以前我跟你交往时 我生病了 你送了一块太极玉给我 说会保佑我平安无事 现在 这块太极玉还你 拿去保佑你妈平安无事 袁静从桌底抽屉 摸出一块太极玉 面无表情丢入叶凡的手里 走吧 别再来这里了 你出现在零度酒吧 很不合适 给我和东强他们添堵了 他的声音很平和 没有半点盛起凌人 却把人压到了地底 庞扶从天空 看住地面的一只蝼蚁 做人 要有自知之明 杨千千一把推开叶凡 滚啊 癞蛤蟆叶凡一脸绝望 黄东强忽然出声 我可以击你十万 叶凡眼睛亮起 全身激动 真的吗 黄东强笑容玩味 跪下叶凡全身血液一击 眼里有着愤怒 但很快又恢复冷静 扑通 叶凡直挺挺跪下 膝盖痛 心更痛 但为了母亲 叶凡一无反顾 哈哈 杨千千他们娇声大笑 想不到号称骨头最硬的叶凡 就这样跪在他们面前了 有人拿起手机拍着一幕 袁静扬着雪白的下巴 宛如公主般的骄傲 比一只翼更浓 毫无骨气的男人 黄东强去了一趟洗手间 拿着一个杯子回来 里面装着黄色的液体 然后啪一声放在叶凡面前 跪住喝了他 黄东强丢出一张银行卡 这十万借你 看住那杯液体 叶凡先一愣 随后怒了 这是尿 你们混蛋 叶凡将杯子摔了过去 七人太深了 袁静他们尖叫不已 一身狼藉 黄东强勃然大怒 一声令下 干他 叶凡转身就跑 七八个顽固青年一涌而上 双拳难敌四手 叶凡很快被打倒 他靠在墙上 双手紧紧护着头 他手上完全没有知觉了 只是凭着本能抱住脑袋 脑袋护住了 其他地方却护不住 挨了几下重拳后 叶凡开始流血了 袁静和杨千千 他们大呼痛快 叶凡的反击 在他们看来是大逆不道 所以落到这个下场 纯粹就由自取 废物一个 黄东强一脚踩在叶凡头上 砰 叶凡抱住头部的双手 终于松了开来 整个人无力地 沿住墙壁滑倒在地 他昏迷了过去 一盆鲜血从掌心流出 渗入古朴的太极欲 搜 第二章扬眉吐气 我乃太极一仙 从今日起 你便是我传人 度我太极经和生死欲 玄乎济世 度人度己 叶凡感到自己处于 一片飘渺虚空中 伴随着传承之音 庞大的信息量 充斥进了脑海 五道一数 玄妙真法 修行法诀 不断冲击 当一块生死欲 涌入掌心时 叶凡按捺不住 尖叫一声 叶凡醒了过来 他发现自己在医院 全身伤痕累累 他努力回想 记起自己被群殴 然后被丢出酒吧门外 脑袋的疼痛也证实了这一点 只是他还惊慌发现 梦境依然清晰 难道刚才的梦是真的 这也未免太可笑了 叶凡嘟囔一句 可是闭上眼睛 他却震惊不已 他的脑海真有一部太极精 这梦会不会太真实了 叶凡还是不相信 随后打开太极精 按照上面法子修炼起来 只要修炼不出什么 那生死欲和太极精 就是一个笑话 但事实让叶凡再度目瞪口呆 半个小时不到 他就感觉到丹田中 涌现出一小股热流 接着 热流游走四肢百骸 所过之处 舒爽异常 同时 他的左手掌心 隐约有一个太极图呈现 生死欲 白色生 黑色死 每一面都有七片光芒 影子很淡 却层层分明 叶凡以为是不小心沾染了图案 用手腕在大腿上擦了几下 却发现太极图依然存在 而且还转动了起来 下一秒 叶凡脑海忽然浮现一股信息 状态 擦伤十三处 五脏三级损伤 头颅轻微脑震荡 并因 被人暴力群殴导致 修复或毁灭 叶凡愣在当场 这是什么玩意 他下意识发出一个修复指令 只见生死欲转动起来 随后一片白光没入叶凡体内 啪 接着 身体出现了异常变化 血管不受控制发热 继而周身滚烫 叶凡感觉全身细胞都在奔跑 他们成群结队的在体内狂奔 骨骼也噼噼啪啪作响 没有多久 叶凡身躯猛地一阵 全身疼痛彻底消散 手臂和脸上擦伤也都愈合 同时 太极图上面的白光暗淡了一分 这是修复妙手啊 叶凡激动了起来 人家修复的都是古丸自画 他的生死欲却能修复身体疾病 看来梦中一切都是真的 这实在是上天的恩赐 叶凡一咕噜从病床上爬起来 然后最快速度冲到住院部 他推开母亲沈碧琴的房门 看住枯瘦如柴 双眼紧闭的母亲 叶凡冲了过去 左手放在他的胃部位置 状态 贫血 心肌劳损 胆结石 胃肿瘤恶变 病因 多年操劳 饮食不准 风寒轻蚀导致 修复或毁灭 叶凡脱口而出 修复 生死欲又是一动 五片白光没入沈碧琴身体 母亲的身体里瞬间成了一个战场 无数细胞在沸腾 奔流 好像千军万马在厮杀 在冲锋陷阵 轰 没有多久 沈碧琴脑袋晃动了一下 叶凡下意识喊道 妈 沈碧琴缓缓睁开了眼睛 苍白脸色多了一抹红润 叶凡 我饿了 叶凡喜急而泣 她收回了左手 同时发现 生死欲的白芒只剩下一片了 显然病情和伤势越重 耗费的白光就越多 叶凡没寻思怎样让白光恢复 她现在只想好好伺候母亲 15分钟后 叶凡弄来一碗白粥 小心翼翼给母亲吃下 这是沈碧琴半年来第一次有胃口吃东西 吃完之后 叶凡又把美女医生叫了过来 检查一番 医生大惊失色 这怎么可能 沈碧琴好了 得知自己身体没有大碍 沈碧琴无论如何都要出院 除了住院需要花费之外 还有就是住院一年住怕了 想要早点回家感受生活气息 叶凡熬不过她 只能办理出院手续 办手续的时候 叶凡以为账户所剩无几 可没想到退了九万五出来 她一问 才知道昨天有人往医院账户存了十万 叶凡一查 打钱的人正是唐若雪 她心里一暖 唐若雪心里还是有她的 叶凡留下五千给母亲备用 其余的钱转回给唐若雪 随后就收拾东西出院 只是叶凡刚刚搀扶老人 刚来到大门时 三辆价值不菲的豪车 就擦住他们过去 又快又猛 车轮差一点就撵到沈碧琴的脚趾了 叶凡怒喝一声 怎么开车的 赶着投胎啊 沈碧琴轻声劝告 叶凡 算了 算了豪车倒退了回来停下 车门打开 一个耳环青年钻出来骂道 敢骂皇少 你他妈找死是不是 接着 黄东强和袁静一伙人现身 哟 是叶凡啊 小子 挺耐打啊 这么快就出来了 看到叶凡 黄东强马上靠了过来 皮笑肉不笑走向叶凡 铜皮铁骨啊 你妈也出院了 借不到钱 准备回家等死 要不要我暂住一副南木棺材啊 一伙同伴哈哈大笑起来 眼中有着不屑和戏弄 袁静一如既往高冷 看到叶凡更是多了一次嫌弃 叶凡昨天借钱的卑微和下跪 让袁静对羞辱叶凡失去了兴趣 叶凡声音一沉 黄东强 你咒我妈 找死 找死 你他妈的算什么东西 黄东强皮鞋敲地 气焰很是嚣张 谁给你勇气叫板我的 耳环青年阴阳怪气负荷 昨天挨打还不够是不是 几个漂亮女伴眼嘴轻笑 跪下 磕头 道歉 黄东强手指点住叶凡 我当这事没发生过 不然我把你们母子俩送太平间 叶凡文言眼神一寒 你们不要欺人太甚 黄东强冷笑一声 欺人太甚怎么了 不服 几名跟班抽出甩棍 扭着脖子包围住叶凡 圆静声音淡漠 叶凡 别逞强了 赶紧跪下道歉吧 东强不是你能招惹的 小伙子 小伙子 万事好商量 这时 沈碧晴也死死拉住愤怒的叶凡 挡在前面向黄东强一笑 黄公子 我以前去你家做过家政 我跟你妈认识 给我一点面子 不要跟叶凡见识 她年轻不懂事 你大人大量 放她一马 沈碧晴陪着笑脸 给你面子 黄东强冷笑一声 一口唾沫 涂沈碧晴身上 你算什么东西 我为什么要给你面子 一个老不死的 也敢要面子 你他妈要得起吗 对任何人而言 这种粗鲁无礼的方式 都算侮辱 但沈碧晴不敢反击 逆来顺受 被羞辱 被嘲笑 被欺凌 也绝不惹是生非 不是因为大度 而是小人物 没得选择的悲哀 这样对我妈 你找死是不是 叶凡拳头攒紧 满脸愤怒 要冲上去 只是被母亲 死死拉住 看到叶凡死绝 袁静很是生气 叶凡 还逞能是不是 东强 是你们母子 能得罪的吗 快下跪得了 又不是没跪过 大家知根知底 就不要装模作样了 他努力调解 一是采叶凡没成就感了 二是在外人面前 彰显自己大度 可没想到 叶凡完全不领情 你放心 以后我再也不会跪了 袁静不耐烦了 你再不听我劝 我就不管你了 没有我的面子 你连小命都可能保不住 他傲娇的杨几下巴 叶凡毫不客气喝道 滚 袁静翘脸一冷 东强 我不管他了 你要怎样就怎样吧 黄少 叶凡不懂事 多多包涵 你放心 叶凡以后再也不会招惹你了 看到黄东强凶光毕露 沈碧晴忙把叶凡拖到身后 今天这事 就算了吧 这点钱 一点心意 请黄少和各位兄弟喝茶 沈碧晴从口袋掏出三千块钱 弯住腰卑微塞入黄东强的口袋 啪 黄东强一个耳光 反手甩在沈碧晴的脸上 沈碧晴下意识惊呼 黄少 啪 又一记清脆声响乍起 蝼蚁一样的人 也敢要我包涵 没等沈碧晴反应过来 黄东强接着踹出一脚 沈碧晴闷哼一声 亮腔主向后跌去 搜 就在这时 叶凡身影一闪 黄东强还没看清 就感觉脖子一紧 叶凡掐住黄东强脖梗 在已快到所有人反应不过来的速度 对住一辆豪车的车窗猛的一颗 砰 触目惊心地撞击 车窗瞬间爆裂 黄东强的脑袋也溅起血水 力道骇人 这还没完 叶凡甩手将晕头转向的黄东强扔地上 对住他的手臂就是毫不留情一脚 咔嚓 一声脆响 黄东强左手瞬间骨折 一名同伴先是一愣 随后冲向了叶凡 叶凡看都不看 反手一巴掌将他扇飞无名 口鼻一血 全场呆肉目鸡 谁都没有想到 叶凡这么厉害 还这么凶狠 沈碧琴也张大了嘴巴 叶凡没有停止 向剩余几人勾勾手指 一起上四人吼叫住冲过去 叶凡直接用速度和力量碾压 一拳一个 一脚一个 砰砰砰 冲上去的四人全被叶凡粗暴打倒 鼻青脸肿 断手断脚 你 全场震惊 几个漂亮女孩 难于置信 看住叶凡 怎么都没想到 这废物这么能打 怎么会这样 袁静无法接受眼前的结果 叶凡既然打趴这么多人 他要看叶凡跪地求饶的 不是看叶凡大杀四方的 看住周围好事者 一个个满脸惊骇 甚至崇拜 看住叶凡 袁静的心就狠狠缩了一下 一股无名的火焰 骤然升起 被他甩掉的叶凡 应该一无是处才对 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厉害 难道是在医院课了药 是的 一定是这样的 不然不会这么厉害 接着 袁静又按咬被吃 就算真能打又能怎么样 现在是什么社会 你能打 打得过刀 打得过枪 打得过国家 没有学历 没有背景 没有人脉 你这辈子注定 庸庸碌碌碌过下去 进行了一次 自我安慰的宣泄后 袁静心头 才渐渐舒坦了下来 此时 叶凡正缓缓走到 黄东墙面前 小子 你敢伤我们 黄东墙也是目瞪口呆 但依然气势汹汹 你知道 动我有什么后果吗 没等后者说完话 叶凡一个耳光扇过去 黄东墙两颗牙齿跌落 满嘴是血 接着叶凡一把抓住 他的脖子 告诉我 什么后果 叶凡 够了 袁静愤怒站出来 你已经闯祸了 再不住手 你会后悔 啪 叶凡又是一巴掌 打在黄东墙脸上 闯什么祸了 黄东墙怒吼一声 你混蛋 不服 叶凡又一大耳光过去 黄东墙捂住脸颊 满脸怨毒 却不敢还嘴 袁静也气死 你 在他眼里 只有黄东墙能教训叶凡 叶凡没资格肆虐黄东墙 叶凡轻轻拍着黄东墙的脸 告诉我 什么后果 什么祸 黄东墙很是憋屈 但最终咬着牙 今天我认栽了 你究竟想怎样 叶凡吻如泰山 扣着他的咽喉 自删十个耳光 跟我妈道歉 赔偿 不然我费了你 沈碧琴拉扯住叶凡衣袖 叶凡 算了 算了 黄东墙看住叶凡的眼神 莫名地感到恐惧 他虽然感觉今天被叶凡欺负实在是羞辱 但他相信叶凡说得出做得到 因为他感觉叶凡已经变了个人 不再是可以随便欺负的废人了 黄东墙甚至能够感受到叶凡手指的寒气 再叫板只会被踩得更惨 今天先忍一忍 改天再想法弄死这母子 黄东墙脑海转动着念头 于是他向沈碧琴艰难低头 阿姨 对不起 接着他又给自己十个大耳光 还掏出几千块钱赔偿 沈碧琴虽然满脸担心 但听到道歉还是感到扬眉吐气 叶凡盯盯着黄东墙 捕捉到他毛子的怨毒 知道黄东墙迟早会报复 他念头一转 生死欲一亮 与此同时 异形信息涌现叶凡脑海 状态 肝癌初期 梅花病毒 手臂骨折 病因 酒色过度 稀释净品 被人殴打 修复或毁灭 叶凡毫不犹豫闪过毁灭念头 他知道那是加重病情的意思 一片黑色光芒注入黄东墙体内 黄东墙莫名惨叫一声 随后从叶凡手底滑落在地 肝癌晚期 叶凡喝出一声 滚 黄东墙带着圆镜他们怨毒离去 看住黄东墙的狼狈背影 叶凡闪过一抹光芒 这是一个死人了 第三章 唐若雪的佛牌 沈碧琴感觉儿子变了不少 但却没有太多追问 他在医院躺了差不多一年 苦难让叶凡改变是很正常的事 他也没打听叶五九的情况 免得叶凡心里多一道伤 回到出租屋 叶凡补弃了房东的租金 然后就带着母亲连夜搬走 除了避免网贷公司骚扰外 还有就是避免黄东墙他们报复 叶凡有自保的实力和信心 但母亲却一阵风都能吹倒 叶凡在白沙州城中村 租了一个单间给母亲暂时养身 沈碧琴身体好了 医药费压力少了 但叶凡却不轻松 因为还欠了不少网贷 而且叶凡还惦记着寻找养父夜五九 是死是活 总是需要一个定论的 丁 出院的第五天上午 沈碧琴身体好了不少 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 叶凡打开关了五天的手机 手机就涌入几十条短信 接着 一个电话打入进来 叶凡带上耳塞接听 很快 传来一个女人冷冰冰的声音 终于开机了 还以为你卷款失踪了呢 这几天 手机不开 信息不回 家里也不见人 你究竟干什么去了 你不想在唐家待着 就赶紧滚蛋唐若雪 叶凡忙出声解释 对不起 这几天待在我妈这里 她刚出院 需要有人照顾 手机关了 是因为追债公司24小时狂呼 我担心她老人家担心 就暂时关掉了 她轻声反问 你有什么事情找我 虽然这一年 在唐家受尽白眼 但叶凡知道自己没资格发飙 毕竟当初是唐家 给了五十万救命钱 听到叶凡照顾沈碧晴 唐若雪声音缓和些许 把定位发给我 我开车去接你 叶凡微微惊讶 你们旅游回来了 一个星期前 唐家五口集体去境外旅游 就留下叶凡一个人 在唐家看门 听不懂我说的话吗 发定位 唐若雪不耐凡地挂掉电话 叶凡只能把定位发过去 哦 半个小时后 一辆红色宝马 就停在叶凡面前 车门打开 钻出一个耀眼的美人儿 女人一身黑妆 五官精致 皮肤雪白 气质清冷 却不乏性感 特别是一双雪白的腿 修长 圆润 走起路来 充满着诱惑 不少路人顿时瞪大眼睛 连呼吸都无形中急促 唐若雪 中海第一美女 也是叶凡的老婆 给你妈租这么烂的地方 你还真是一个孝子啊 唐若雪对叶凡 一如既往冷嘲热讽 不过还是拿出几袋燕窝 和人参地过去 这是给你妈买的补品 让她好好补一补身子 你妈不是要手术吗 怎么又把钱退回来 她把一张银行卡丢了过来 唐家在你身上 已经花了六七十万 不在乎这十万了 叶凡忙白手 不用了 她身体好多了 不用手术了 让你拿着就拿着 有没有事都给她留着 唐若雪毫不客气打断叶凡 免得你四处借钱丢人现眼 别给我摆什么骨气 有骨气 你也不会入坠唐家了 还每个月拿我一万块 做医药费 她与其带着一抹轻面 叶凡此时的推却 保持所谓的尊严 不过是装模作样 唐若雪的话 让叶凡很受打击 只是想要把银行卡丢回去时 唐若雪却已经钻入了车里 叶凡只能抱着补品 和银行卡出声 谢谢 爸妈他们回来没有 唐若雪声音一贯的冷淡 回不回来 跟你有什么关系 快把东西拿给你妈吧 我有事跟你说 叶凡没有再说话 把东西拿到母亲出租屋 随后 打了一声招呼离开 窝 叶凡刚刚钻入副驾驶座 唐若雪就一脚踩下油门离开 叶凡身子止不住一晃 左手不小心碰了唐若雪大腿 光滑 细腻 与此同时 一个信息浮现叶凡脑海 状态 煞气入体 霉韵缠身 祸及倾鹏 死亡威胁 并因 境外旅游所或佛牌 被人下降了 修复或毁灭 叶凡很想说修复 只是还没转动念头 唐若雪眼神已经冷练 叶凡赶忙挪开吃豆腐的手 他想要帮唐若雪化解煞气 但修复需要肢体接触 而唐若雪是绝不会让他碰的 所以他只能善意提醒 若雪 你应唐发案 气势薄弱 有血光之灾 要找个大师化解一下 唐若雪冷笑一声 几天不见 长能耐了 学会给人看向了 叶凡尴尬开口 不是 你真的有煞气缠身 是你旅游时被人下降了 你身上是不是有佛牌 他一口气说出 唐若雪的情况 闭嘴 你才煞气缠身 你才血光之灾呢 唐若雪羞怒不已 我身体好住呢 你再咒我就给我滚下去 叶凡无奈开口 我真没有咒你 不是你就给我闭嘴 唐若雪眼神凌厉 什么都不懂 就胡咧咧 你一个只会煮饭的 还知道给人看像术了 叶凡拾去闭嘴 看到叶凡没有出声 唐若雪更加生气 叶凡不仅无能 还懦弱 能有什么用 只是 他心里闪过一抹疑惑 叶凡怎么知道 自己有佛牌 要知道 他戴在心口啊 难道是这混蛋偷窥 然后用来忽悠自己 一定是这样的 唐若雪做出一个判断 随后撬脸更加失望 叶凡不仅无能 还是一个色狼 叶凡 这个月 等我事情忙完 我要跟你离婚 唐若雪眼神前所未有坚定 不管你反不反对 我都要跟你离婚 一年前 唐家倒霉连连 唐若雪也身染重病 出于冲喜需要 招叶凡入罪 这一年来 唐家厄运散去 唐若雪身体也好了 唐家就寻思着 丢弃叶凡这块狗皮膏药 唐家上下全都看叶凡不顺眼 唐若雪对叶凡也从怜悯变成嫌弃 他在这个男人身上 看不到一点价值 听到离婚 叶凡依然没有出声 只是目光变得黯然 自己还真是过街老鼠 你知道为什么爸妈姐夫他们 都对你失望吗 不是因为你没钱 也不是因为你上门 而是因为你太懦弱太废物 这一年来 你除了钱点家务 就没干过一件正事 你真是太窝囊太无能了 我真的不希望和你这样的男人 共度一生 哪怕你只是唐家用来冲洗的工具 放心 离婚时 我会再给你五十万 这样你就不用担心 你妈没有医药费 唐若雪声音不带感情 好聚好散吧 别让我彻底看不起你 好聚好散 叶凡眼里略过一抹痛楚 他依稀想起那的大雪黄昏 那个扎着辫子一身红衣的小女孩 那个用一袋叉烧包救了自己的小女孩 虽然一晃过去十八年 可叶凡依然记得那个女孩的脸 那个女孩的善良 这也是他愿意上门冲洗的最大原因 五十万固然重要 可更重要的是 叶凡想要偿还当年的恩 否则他随便把自己卖了也不止五十万 叶凡心里一叹 也许是时候放手了 你听到没有 看到叶凡神情恍惚 唐若雪恨铁不成钢开口 我要跟你离婚 嗖 话音还没有完全落下 只见原本一声不吭的叶凡 耳朵一动 整个人疼得坐直 他倾斜靠在唐若雪身上 巨大力量压住唐若雪动作 下一秒 左手一转方向盘 右手一按他修长的大腿 将要停在路口等红灯的宝马 油门大坐 利剑一样飙了出去 叶凡 唐若雪尖叫一声 你疯了 轰 车子刚刚冲到对面 一辆泥头车就横扫过来 连撞六车 满路破碎 尖叫四起 唐若雪一把推开叶凡 踩下刹车 扭头一看 一地血腥 第四张车祸救人 叶凡 看住凄惨的现状 唐若雪说不出的绝望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害惨这么多车 这么多人 你怎么对他们负责啊 他手忙脚乱解开安全带下车 他以为是叶凡突然闯灯 导致泥头车失控 然后连锁反应发生这一串车祸 唐若雪奔向车祸中心 此时 呆愣的路人和车主也反应过来 一窝蜂向出事地点围了过去 不少女人对住血淋淋的现场 本能地发出一阵尖叫 叶凡也钻出了车门 十几名伤者躺在地上 哀嚎不已 不是手段就是脚断 泥头车司机也倒在血泊里 身子不断抽动 但是还有一口气 倩倩 倩倩 这时 一记凄厉喊叫响起 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目光 一辆防弹奥迪车里 爬出一个紫衣女人 容颜绝世 浑身是血 她却不管不顾 只是对住他线的后排喊叫 那里坐着她的宝贝女儿 但此刻被一辆越野车压塌了 紫衣女人满脸眼泪 死命推着越野车 砰 一个编码9981的黑色盒子 从座椅滚落在地 紫衣女人完全无视 只是继续推着越野车 唐若雪冲了过去 大家都过来 一起把孩子救出来 十几个群众跑了过来 用力搬台越野车 叶凡也想走过去 可是她突然发现 面前多了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 西瓜头 长命锁 粉红连衣裙 很是可爱 只是小女孩没有笑容 双眼空洞 僵硬在慌乱人群中穿梭 小朋友 不要乱走 现场人太多 叶凡担心小女孩走丢 你家大人呢 她一把拉住小丫头的手腕 感觉掌心说不出的冰凉 小女孩没有回应叶凡 只是一动不动盯着远方 滚开一个跑来的红衣大妈 见叶凡傻站住不动 非常愤怒地对叶凡吼出一声 不帮忙就滚蛋 挡住路干什么 接着 她屁股猛地一顶 把叶凡顶开了机密 下一秒 她从小女孩身上穿了过去 穿了过去 叶凡完全看呆了 大妈会穿墙树 不然女孩怎会不摔倒 怎会毫发无损 红衣大妈没有理会叶凡震惊 只是转头又对她呸了一声 此时 唐若雪回头望了一眼 看到傻乎乎呆住的叶凡 翘脸愤怒掺杂着失望 这混蛋难道不清楚 是她的鲁莽保持车祸吗 不仅不过来救人赎罪 还站在外围看热闹 真是一个窝囊废 还是没良心的窝囊废 离婚 一定要离婚 唐若雪对叶凡失去信心 真是烂泥扶不上墙 砰 也就在这时 奥迪被众人拉扯出足够大的口子 小女孩整个身体也露了出来 只是苍白如纸的脸颊 还有浑身的血迹 让人揪心 叶凡眼睛猛得瞪大 七八岁 西瓜头 长命索 粉色连衣裙 她看看被众人抬出来的女孩 又看看自己牵着的女孩 一股寒意止不住冲到头顶 同一个人 这时 叶凡感觉手里的女孩一阵 身影变得模糊 彭扶风一吹就会散掉 又有人从叶凡面前冲过去 身体直接穿过了小女孩 毫无阻止 叶凡完全看呆了 接着 叶凡就发现 好像有一道无形的绳索 扯着小女孩往阴暗处走去 别走 叶凡打了一个机灵 死死拉住小女孩 直觉告诉她 如果没有拉住手里的影子 小女孩就会彻底死去 哦 这时 救护车开了过来 医生和护士迅速冲到奥迪车旁边 一名医生翻看了一下小女孩的眼睛 又是听了脉搏和心脏什么的 接着 她很是无奈地摇头 看到医生这个抱歉表情 紫衣女人直接摊在地上痛哭 救救我女儿 救救我女儿 谁能救救我女儿 我宋红颜给她做牛做马 一辈子悲痛欲绝 唐若雪也流着眼泪 花朵一样的小丫头 就这样走了 注视痛心 其他人怜悯之余 也震惊紫衣女子的身份 宋红颜 那可是五湖集团的创始人 中海屈指可数的女强人 身家百亿 得到宋红颜的人情 这辈子就发达了 只可惜 倩倩伤势太重 谁都没有回天之力 等一等 就在医护人员要抬走倩倩时 唐若雪突然听到了一个熟悉声音 她还有救 叶凡拖着那道影子穿过人群 一把剔开挡路的黑色盒子 然后跑到地上的小女孩面前 按住命门 状态 五脏六腑受损 肋骨断裂三根 内出血 魂魄出窍 病因 严重车祸 能量不足 无法全部修复 可用九弓还阳针施救 生死欲的白光只剩下一片 九弓个屁啊 医术都还没开始学 怎么施救 学会了医术 只怕早已魂飞魄散 救他 救他 修复他的魂魄 叶凡内心吼叫住 嗖 一片白光没入小女孩体内 小女孩的脸多了一抹红润 小妹妹 回去 快回去啊 叶凡对住手里的小女孩 焦急喊道 小女孩顺从躺了下去 但脑袋就是弹出来 怎么都落不下去 砰 叶凡用生死欲 一拍他额头 直接把小女孩脑袋打下去 他明显感到小女孩身躯一颤 好像重新叠加了一样 叶凡 你打他脑袋干什么 这时 唐若雪反应过来 愤怒吼出一声 你还嫌闯的祸不够大吗 他对叶凡充满了厌恶 如不是他突然闯红灯 哪会有这一场车祸 哪会害死无辜的欠欠 他伸手去拉叶凡 结果却纹丝不动 小伙子 你干什么 伤者生机没了 就不过来了 神经病吧 医生都说没救了 他在那里干什么 出风头吗 这小子刚才看热闹 现在冒出来 肯定是想炒作 车祸多炒作 还是人来的吗 身后 一群围观者也冲着叶凡大骂 满脸唾气和不屑 宋红颜更是失去理智 不要碰我女儿 他一个耳光打了过去 他一声脆响 叶凡脸上多了五个指印 去 叶凡身躯一阵 脸上疼痛 但没有理会 他全力压着小女孩脑袋 不让他重新弹起来 回去 扑 就在这时 叶凡掌心一清 小女孩胸膛一挺 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快 快 叶凡喊叫了起来 抢救 医生和观众完全惊呆了 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医生宣告死亡的小女孩 又重新活过来 停顿一秒 医护人员手忙脚乱进行抢救 情况稍微稳定 就马上联系医院手术 宋红颜先是一呆 随后欣喜如狂 他对住叶凡 磕了三个响头 接着就跟救护车去医院了 这怎么可能 唐若雪也满脸震惊 像是不认识叶凡一样 第五章假话 黄昏六点 叶凡和唐若雪 从交警大队出来 唐若雪神情很是难堪 为了争取宽大处理 他一进去 就主动把责任揽上身 他一字不提叶凡抢方向盘 只说愿意承担全部责任 要赔钱 要坐牢 他都认了 只是交警很奇怪地看住他 告知他和叶凡没有半点责任 事故原因是 泥土车前轮老化 暴胎导致 交警还调出监控 称赞叶凡的当机立断 如不是叶凡及时逃离原地 那他们就会被当场压死 唐若雪目瞪口呆 他发现自己不仅错怪叶凡了 还欠他一声谢谢 如非叶凡 自己此刻怕是香香玉玉 钻入宝马车里 唐若雪原本想要道歉 但面子拉不下来 他最终哼出一句 车祸幸亏跟你无关 不然你就要老底做穿了 叶凡早习惯唐家人嘴硬作风 明白 我下次会小心了 唐若雪刚才替他背锅 让叶凡心里一揉 无论唐若雪怎么看不起自己 内心还是护着自己的 随后 他轻轻抚摸着手中的黑色盒子 盒子是奥迪里掉出来 编码写着9981那个 宋红颜特地打了电话过来 让交警把盒子交给叶凡 他还让叶凡一定要收下 叶凡也没过多扭念 倩倩一条命 自然值得一份礼物 想到倩倩 叶凡眼里有着一抹担忧 一片白芒勉强修复倩倩魂魄 却不足于帮他度过危险 他寻思明天去看看小丫头 听到叶凡这一句话 唐若雪转着方向盘离开 你总算成熟了 叶凡把目光从远方收回 趁着唐若雪心情轻松开口 若雪 其实我真没有胡扯 你煞气入体有血光之灾 车祸就是一个证明 他提醒一句 你最好把佛牌扔了 闭嘴 唐若雪的脸刷得一下子就黑了 你能不能不要胡说八道 这是旅游时妈给我求的佛牌 你意思是妈想要害我这个女儿了 叶凡盲白手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妈也可能被人算计了 得了 出去旅游 谁都不认识谁 那些人吃饱撑着专门算计唐家 唐若雪没好气地终止话题 刚才车祸就是一个意外 血光之灾就是无稽之谈 你不要再跟我说这个 不然就从我车上滚下去 在他看来 叶凡是哗众取宠 叶凡很是无奈 不再说话 免得唐若雪反感 同时心里寻思 怎么帮忙化解 佛牌还在吸收 唐若雪的气韵和生命力 十天半月后 又会面临死亡威胁 他要尽快解决此事 嘎 半个小时后 红色宝马停在凤凰酒店门口 怎么来这里 叶凡微微一震 接着一拍脑袋 今晚是岳父唐三国的武士大寿 唐家在凤凰酒店 订了宴席庆祝 忘记是爹的大寿了 我去买点东西 叶凡这一年受尽了白眼 但终究是岳父的好日子 他多少是需要表示的 不用了 我买了 今天大姐他们也会来 你待会最好别说话 免得丢人现眼 唐若雪打开车尾箱 取出一个礼品盒 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入酒店 叶凡想了一下 拿着宋红颜送的黑色盒子进去 虽然他还没有打开来看 但宋红颜敢当作救命礼送给他 他送给岳父应该也能过关 很快 叶凡跟住唐若雪来到寿宴大厅 发现唐家今晚宴请了不少亲戚 将近三十号人 摆了三大圆桌 热闹非凡 大姐唐风花和姐夫韩建峰也在 不过岳父唐三国和岳母林秋林还没到 小姨子仍在国外读书暂时不回来 若雪 你可算是来了 今天是爹五十大寿 你怎么来得这么晚 虽然爸妈一向疼你 但你也要上点心啊 见到唐若雪和叶凡出现 唐风花他们笑住为上来 七嘴八舌寒暄住 他们看都没看叶凡一眼 叶凡也没在意 只是大姐夫韩建峰却一如既往刁难 叶凡 今天是爹五十大寿 你送什么礼物啊 千万不要说若雪买的就是你买的 你吃唐家的 住唐家的 还用唐家的 大好日子 怎么也该花点钱表示吧 你该不会两手空空吧 他皮笑若不笑看住叶凡 眼里有着一抹怨毒 虽然大姐唐风花也是美人 但比起唐若雪相差太多 所以他对报的美人归的叶凡 视为眼中钉 叶凡平静回到 我带了礼物唐若雪衣了 交紧给叶凡盒子时 唐若雪并不知情 哈哈哈哈 你带了礼物 韩建峰大笑起来 让我看看 你买了什么 不等唐若雪做出反应 韩建峰一个剑步上前 一把夺过叶凡手里的黑色盒子 打开 一大枚丑陋通红形如龙头的人参果 呈现众人视野 礼物 人参果 包装这么破 果实这么丑 绝对是地摊货啊 是啊 还红颜的可怕 百分百打了化学剂 要吃死人啊 废物就是废物 爸的大寿之日 送五块一个的人参果 而且就是送 也要送正常一点的 这种丑陋通红的玩意 一看就是伪劣产品 爸的生日都不上心 你还好意思做上门女婿 赶紧离婚滚蛋吧 韩建峰和唐家亲戚 哈哈大笑起来 眼中流露着不屑和嫌弃 唐若雪俏脸很是僵硬 没想到叶凡又让他丢脸了 他恨恨嘀咕一句 没用的东西 叶凡没有回应 只是震惊看住人参果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送红颜会送这么昂贵的礼物 看到叶凡一动不动 众人以为被揭穿惭愧 又是一阵哄笑 傻子 看看我给爸送的东西 唐朝无道子的字画 韩建峰拿出手中的礼物 打开 得意洋洋 海上明月 这可是我花了大心血逃来的 花了33万 至于他真正的市价 翻十倍都不止 为此我还找了几个这方面的专家 鉴定了一番韩建峰 百名享用自己的礼物 在亲戚面前秀优越感 只是不便直接炫耀 所以拿叶凡来做借口 叶凡 记住了 要给爹送礼物 就要送这种极品 别拿乱七八糟的地摊货 敷衍爸妈 唐家亲戚一片惊叹 几十万的礼物 实在是大手笔啊 再一笔叶凡的丑陋人参果 实在是天上和地下差别 姐夫 我承认你礼物很不错 唐洛雪硬住头皮 为叶凡解围 但给爸送礼物 不是比贵贱的 心意到了就行 他真后悔没注意到 叶凡手里的盒子 不然早把这丢人礼物 扔垃圾桶了 心意到了 也要有诚意 韩建峰冷笑一声 你们每天吃爸妈的 住爸妈的 多花几个钱 让爸妈开心 不好吗 摆明就是你们不重视 唐风花笑里藏刀 建峰 算了 若雪也不容易 要养叶凡这吃软饭的呢 众人又是一阵哄笑 充满了快活的气氛 唐若雪面红耳赤 你们 虽然他担任天堂子公司总裁 每年也有几百万收入 但钱都被父母拿走了 手里闲钱 少之又少 动辄几十万的礼物 他还真买不起 若雪 别生气 我们礼物虽然一般 但贵在真时 就在这时 叶凡淡胆出声 总比姐夫拿一幅假画 给爸妈祝寿要好 全场瞬间死寂